Leo聊四季 聽聽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維基人對上義大利人 這場比賽是T90的黃金聯賽 好 那先來介紹藍方 是我們熟悉的NBL NBL呢 這次在賽事中選擇了維基人 打千席這張地圖 那這張地圖的特色呢 就是一開始的島 資源上並沒有太多 有少量的路群 那還有一個果樹群 那好像是沒有豬的吧 印象中 對 這個島是沒有豬的 所以一般配置來說呢 會跟阿博會有點不太一樣 這也是考驗 這個玩家們 對配置的這個了解度 好 那到了中間這個島上呢 有很多個聖物 基本上聖物都在島上 再來五個 那由於每次遷徙的 這個地形生成都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聖物的分佈 也會有所不同 算是蠻有趣的 好 那來介紹一下 維基人這個文明 維基人這個文明呢 最大的特色 是他有免費的輪走技術跟手推測 所以在封建時代跟城堡時代的時候 通常都可以領先對手 一個經濟的檔次 那維基人最大的特色 還有這個三級龍三級木 他已經經濟這麼好的文明 到了後期還有三龍三木 所以讓他後期可以包出大量垃圾兵或是更多的經濟 去壓制給對手 去交換 那維基人的後手也是問題蠻大的 因為他沒有火槍也沒有火炮 所以導致呢 很容易被壓制住 而且他的強弩也沒有拇指環 這對弓箭手來說是一件非常上的事情 所以他的後期主持 通常都是打步兵戰為主 當然也可以搭配少量的強弩或是戰寶兵作為搭配 那後期的也可以出一些中頭 這個投石車或是衝車 拿來使用 那維基衝車是比較常看到的戰術 當然巨型投司也是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義大利人 那義大利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升級時代的時候是非常便宜 而且他的火槍兵的造價也是相當省的 那義大利人也是我很推薦的文明 因為他的寶兵呢 這個勒納爾弩手 是可以對於騎兵有外增傷效果的工兵單位 連遊俠都可以集火秒殺掉的那種威力 所以義大利人呢 他的本身的 弩兵呢 是槍 工兵線也是相當強大的 那後期的義大利人呢 基本上全部都能打 步兵啊 騎兵啊 還有工兵 都可以 都是三攻三防全部都有的 那後期也可以打這個義大利傭兵 這個傭兵也可以讓隊友使用 那傭兵這個單位呢 是不太需要升級 就可以立刻使用的文明 所以他在帝王是在初期 他的傭兵存在感 有點像是維晶的維晶狂戰士一樣 就是城堡初期 帝王初期可以拿來用一下 但是到了後期 如果真的需要一些機動性單位的話 還是會轉出一些 重裝騎士啊 或是輕騎兵 去做使用 好 那義大利人這邊還有一個優勢 就是他的漁船比較便宜 所以這邊一開始出漁船的造價 會比較便宜一點 可以省下一些木頭 那維晶人則是這邊 待會可能會打這個維晶大戰船 所以漁船的部分 前面大概出四到五艘 就緊繃了 因為待會要存一些木頭 去出戰艦人去騷擾對手 好 那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稍微說明一下 昨天的內部影片發生什麼事情 有人一直在說我的聲音怎麼怪怪的 最主要是因為我換了麥克風 然後前幾天一直在錄影片 然後導致我的喉嚨啞掉了 所以昨天只上一部影片 想說 喔 這樣嘴巴真的不行 嘴巴破洞 然後聲音又啞掉了 所以一定要休息一下 然後今天呢 再來拍這支影片 那我也覺得蠻意外的 觀眾居然能聽得出來 這個聲音差這麼多 最主要也是因為新的麥克風 沒有這個調節聲音的能力 所以就會變得怪怪的 變得更清晰一點的 更還原原聲的感覺 不過我昨天真的講話蠻雅的 連我家人都問我說 欸 你聲音怎麼了 那感覺今天聲音上是應該還好 好 那我們來看到圍巾人 這邊已經點下了封建時代 那義大利人也已經點下了封建 兩邊都是 差距30秒左右而已 並不太多 但義大利人這邊依舊還有這個 領先的優勢 哇靠 這邊出到六艘 喔 五 六艘 然後雙碼頭 哇 八艘 這個是要棄海了嗎 哇 這邊已經七艘 現在META改變了嗎 這樣戰艦夠粗嗎 我看一下喔 啊 果然不夠粗 尷尬了 一上封建時代 戰艦按不下去 漁船出太多 好 那圍巾人呢 由於他封建時代 只能出戰船 他是沒有火戰船的文明 那到了城堡時代 才可以出這個圍巾大戰船 所以玩圍巾人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一下 火戰船沒有辦法 輕易使用 好 那圍巾這邊 經濟很好 現場戰 兩個碼頭 繼續出戰船 好 這邊 點下城堡時代了 哇靠 義大利人這邊 生什麼實在非常快速 領先了一分鐘 好 這邊兩艘戰艦出來 他們這把是打雙喇頭戰術 所以其實 雖然沒有第一時間出戰船 但是他可以拖到非常多的漁船 哇 看來這個戰打法又優化了 這邊是出到八艘漁船 非常多 好 圍巾人這邊 尤其是出戰艦的關係 所以需要大量的這個木頭 去數量堆疊起來 這個戰艦才可以反制回去火戰船 好 那圍巾人這邊 已經點了一艘運輸船 準備要來登島了 登島狼 好 這邊一開始運輸船只能運五個人 所以要先把一隻刺猴運上去 還有四隻村民 把一隻村民拉回去 拉果子了 NBL很清楚 殷屬船能裝載的人 OK 五個人上去 好 四艘戰艦過來 繼續射擊 欸 這邊怎麼少運了三個人 好 分兩隊 好 兩個人先上島 那NBL在島的右側 看到了遺跡 這裡有一隻狼 先解決掉 不然會追村民 好 準備要在島的中心開一下城鎮中心嗎 那現在義大利人雖然到了中間 但沒有辦法蓋下城鎮中心 剛剛支援量不太夠 這邊決定直接下個碼頭 到NBL的對面 好 這裡有一艘運輸船 不知道是不是按錯 哇 直接送掉 好 那到了城堡時代的圍巾呢 開始點下自己的圍巾大戰船 OK 後面有看到火戰船 NBL應該很懵B 欸 發生什麼事了 怎麼後面有戰艦 這邊已經在出火戰船 好 那義上島 義大利人並沒有決定要 開城鎮中心 反而是先下個修道院 那先修道院有個好處了 可以抵抗對方的騎士騷擾 但是現在是赤頭狀況 可能出生旅也會被打倒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一點 好 這裡點一下了 這個運船技術 運輸技術嗎 我也忘記 航海技術才對 好 這邊所有的漁船躲在這邊 瑟瑟發抖 好 戰艦種出來 要不要先打血掃的呢 沒有看到血掃的 看到了 哇 一艘戰艦 哇 後面還有更多的火戰船 衝了過來 危機人 這邊可能會出事了 好 繼續拉打 再一把 好 換掉一個 哇 火戰船好強啊 瘋狂貼貼 MBL這邊被迫操作這邊所有的戰艦 好 這邊頭燒掉一燒一船 好 那中間島上呢 目前看到兩邊的城市中心 距離都非常接近 上方也終於順利的開出了自己的城鎮中心 好 十艘戰艦 數量開始穩定下來了 這裡還有兩艘戰艦 慢慢偷拆一船 太狠了 MBL 應該可以再拿掉一艘 多折再一艘 應該沒有了 好 那目前兩邊都是要打一個頭石車戶頭戰術 那危機人這邊生鋁章會稍微弱一點 因為危機人他沒有救贖思想的關係 所以抵抗生頭戰術他會打得有點無力 所以現在義大利人可能會比較有優勢一點點 就要看危機人可不可以利用自己免費的手推車技術 讓自己的經濟領先打出這個軍事差距 好 這邊來支援一下戰艦 結果存設了一艘 危機大戰船 好 這邊再繼續拉打 那這邊危機大戰船的優勢顯現出來 哇 非常高的傷害 火戰船這樣子換 怎麼扛得住這個交換 但是這個打法有個缺點 就是你要一直去操作 就代表你的控制力全部都用在這個戰船身上 你可能沒辦法去做其他事情 雖然你可以戰艦可以利用自己操作打出優勢來 那火戰船的好處就是你放在那邊不用管 基本上你可以做出一些事情 好 那這邊大戰船一直過來 那碼頭的漁船也是開始往左邊遷徙 喔 這邊燒村民 偷打村民 好沒有被發現 哎呀 累死了 大概 七村左右吧 哇 本來想要挖一棟城堡出來蓋城堡 結果村民全部都被射光啦 這個實況攻 那我MBL這邊確實 也可以考慮趕快 再去打這個 挖一棟城堡出來 好 一打一欄這邊點下來就有屬於思想 生頭戰 現在來說是MBL相當劣勢 第一時間換不掉一台投石車 尷尬 互換 還可以接受 有互換掉 好 生女過來補血一下 好 這邊又想要過來挖石頭 但這邊繼續控石 MBL不想要讓對方痛 好 這邊想要應招 工程器製造所嗎 這要不要低調了 這要低調了 好 不然會被找走 這個就是 常見的 圍巨人 生頭 烈士戰 真的是大獵 會裂開的那一種 雖然 所以我很喜歡玩圍巨人 但是每次玩圍巨人都遇到這種生頭戰術 真的是扛不太住啊 欸 收撐 欸呦 差點被投石車砸到 那現在義大利人這邊的配兵組成 維巨人這邊最好的解法就是用投石車 或者是用清奇兵去解最好 但由於現在對手 有生女的關係 所以投石車現在不是最佳解 出清奇兵去解 可以解這些老頭啊跟投石頭 其實是解的掉的 嘴巴還是有點痛 講話還是不太清楚 那這邊 防禦劍塔 已經升級好了 另外一個解法 就是用大量的劍塔去防守 當然插城堡也是一個選擇 但現在對方有投石車的狀態 是不太可能 讓他輕鬆建起來城堡的部分 所以劍塔來說是一個應急的手段 而且他剛剛維巾大戰船 是有升級二級射的關係 所以維巾的防護劍塔 目前也可以使用二級射的福利 直接用村民去打架 這個 死了兩村 趕快 集火一隻 投石車 就機會解決掉 哇 這邊先射村民 好 再建更多的劍塔 好 那目前村民優勢是MBL 68村打一打一人48村 村民差距約20村 好 這邊投車大戰 欸唷 再躲一下 好 請起兵出來 第一時間要抓的是後方的僧侶 抓掉一隻 因為有神聖思想關係 所以要砍很多刀才砍得掉 哇 差一刀沒解掉 只是打掉了一隻生侶 他怎麼沒有先點七騎兵啊 不小心放出來了 這個要先升七騎兵 再出去打會比較好 這邊七騎兵只要三刀 就可以砍掉一隻神聖思想的生侶 好 這邊投車直接解掉 再收村 這裡 沒事的村民喔 欸嘿 雨時速好強啊 但投車四台數量還是太多了 哇 這個戰士魚有點屌啊 車民就算被箭矢射 後面的生命就去補血 然後 如果投車被射 就放這個 車民來修 哇 剪掉一台 應該不會被找到 可以拉走 距離夠近了 好 這邊 箭塔一直往後蓋 好 射掉一隻馬 還不錯 這裡稍微扛住了 好 趕快點下清騎兵 來 重要的關鍵科技終於來了 清騎兵登場 一大一人 這裡就不好受了 這裡選擇撤退 只剩下三台投資車 躺不太住 好 一大一人 這裡終於可以蓋一棟神堡了 終於挖出來了 好 應該在島上挖的喔 在上面這裡挖的 沒錯 因為他的岸邊一直被圍巾大戰船給控制住 哇 村民就被找走喔 來了 一大一人要ALL IN城堡 蓋這個位置 這應該這裡就可以了 哇 MBL 怎麼辦 直接被蓋保 但還好 被拆掉的東西是 兩個防禦箭塔 跟一棟城市中心 還有 對 就三個東西而已 其實可以接受 沒有到非常慘 好 那MBL 這邊喔 就是自己要趕快蓋出一棟城堡 然後 趕快升到帝王時代 開始拆除對方巨頭 好 那目前義大利人 這邊由時代上的優勢 點下了帝王時代 那海戰士有違建人這邊打贏 現在是島上全面封鎖 好 岸邊 好 左邊再插了一根劍塔 上方士忌兵去後面 看可不可以抓到一些村民 結果後面什麼都沒有 目前是82村打55村 MBL 這邊經濟有點慘 有一棟城堡的石頭 然後 要把城堡蓋在哪呢 後面要繼續 喔 蓋新了城堡中心 有點膿啊 偏膿 好 島上軍民已經人滿為患了 這有點像台灣 到處都是人 好 左邊投石車 跟生旅大軍慢慢往左牽 好 暗了一隻熱納的弩守 想要來阻止清奇兵的入侵 結果這邊 遇到了非常多的僧侶 MBL 只能選擇撤退 好 房屋堅塔繼續補下 好 這裡補一個採礦地 就地採礦 然後目前MBL這邊的處境 會顯得有點麻煩 因為他 唉唷 這邊上倒 運兵 有點狠 因為待會上到 帝王時代的義大利人 巨型頭時機一出來了 他就會變得 更難防守 好 這邊看到 升到帝王時代的義大利人 MBL開始在存資源了 這邊可能 先不要按村民 等一下支援 然後點上帝王時代之後 要去想辦法要怎麼處理 但是維基人的帝王時代 也沒有很強 好 這邊再運村民上來 山村 運兵戰術 都限燒了 好 直接開打了家裡面的村民 這裡還沒有意識到 黃金礦村民被砍了 好 這邊這裡也是想要偷偷擴展出去 神任中心射箭場慢慢蓋出去 猴子車 開始往前丟 這裡可以蓋個修道院 殘幾隻生女 在家裡防守 神奇兵沒有空好 送光了 神奇兵沒有空好 送光了 好 投死大隊左邊等待著 好 這邊要來開丟城市中心 這邊部分 巨型投死機在慢慢拆除當中 應該沒什麼太大意外 然後後面補下非常多的毛病 開始在生戰毛病了 直接躲倒 蓋城鎮中心 太狠 太狠了 好 那這個城鎮中心上倒之後 處理掉 應該就沒問題了 蓋一下馬舅 準備出騎士 砍爆上面的島民 左邊城鎮中心 這應該守不住 倒了 三台投資車 拆城鎮中心 非常快速 馬舅收村 繼續來挖黃金 重點是 這個島上 能守住嗎 好 現在一直在消耗義大利人的資源 去修理城鎮中心 這裡補下了印刷技術 來增加生女的 遭享設成 維基人這邊點下了帝王斯袋 彈到學 OK 這邊就考慮想要運村民走了 這裡火戰船 即時來拯救 好 讓左邊有這個地方 可以來把兵給運出去 好 這裡暗示新奇兵 好 仍然要弄手 這邊偷射射 終於射掉了幾隻村民 正面兩台巨頭 把所有的防護箭塔全部給拆掉了 我已經這邊點下了三級射 後面再存一些新奇兵 但暗示量不夠多 肉類或許有點少 這邊大戰艦回來救一下自己的海域 自己海域一直被燒了 好像圍劍人現在要打圍巾狂戰士或步兵戰的話 其實來說壓力是蠻大的 沒有這麼好防守 準備再繼續把村民運到本島上 哇 這一場打得有點精彩 好 新奇兵直接出來 硬潔 完蛋囉 村民沒地方跑囉 裡面的村民也都發呆 趕快滴 滴防止跑了 撤離船艦在左邊等待你們 好 左邊巨型投資機步步推進 這一坨的僧侶大軍 還有瑞納奴守 這個組合搭配讓圍巾人有點麻煩 那這個組合搭配喔 基本上只要處理掉投資車的話 可能就能打得回去喔 大家來看一下 這邊要怎麼打回去投資車 因為投資車解完之後 用戰毛兵可以打完剩下的僧侶跟熱納奴守 這火戰船不用砍 好 這邊清奇兵直接砍印書劍 印書劍會沉船嗎 來不及阿 不然待會就要變成船難了 清奇兵再繼續尻尻 好 那我已經現在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打戰毛兵 然後配上大量步兵 但是大量步兵的話 現在要解也不太好解 要輸量夠多 好 這邊直接打一個遊擊戰 下方也是出了非常多的戰毛兵 左方邊放了一個城堡 這個城堡是為了守護左邊這一塊 捕魚地帶喔 這樣讓它安全一點 哇 這邊換島換得很漂亮 這樣NBL就可以獲得 義大利人家裡島上的剩餘資源 黃金啊 木頭 石頭 都可以獲得下來 戰毛兵開始有移動權了 那現在NBL的想法是 打算用這個戰毛兵 去換掉大量的僧侶之後 再慢慢轉出其他的兵種 去做針對 這邊換得不錯 三隻僧侶拿下 少量戰毛兵也走進來 NBL這邊肉量開始穩定的起來 肉量來到1000多 可以開始轉其他兵種了 這邊轉的是輕騎兵路線 再升馬凱了 還有二攻 戰毛兵直接到後方做處理 投石車第一時間反擊回去 投石車 但沒有辦法收掉一台 有點可惜 再一發 哎呀 沒有拿下 大量戰毛也沒有辦法收掉一台投車 稍微可惜了一點 好 用兵繼續走過來 這邊直接到後方 後方在補一棟城堡 哇 這個城堡也可以控到左邊海域 右邊海域 直接封鎖海域 這個策略不錯 有料 NBL 這個打法有料 哇 中了一發大碗的 NBL 好痛 好 用兵開始摔解一下 戰毛兵 又來一個大碗的 NBL 展出了二級的馬凱 輕騎兵路線 已經蓄勢待發 但我覺得好像現在不太需要輕騎兵了 勝率只剩一隻了 哇 投石車子也被投爛 好 但是數量夠多的輕騎兵 也是可以解掉熱奈亞奴手的 熱奈亞奴手第一時間 集火一直輕騎兵 OK 傷害是非常高 終於順利的解掉一台 投石車 好 熱奈亞奴手被解光 好 NBL要開始拿出他的經濟流了 現在是126吋打61吋 經濟差距被明顯打開了出來 雖然一大一人現在有擁有島的中心點 但是外圍NBL步步推進 巨型投石機也慢慢偷偷踩了出來 左邊戰場為主戰場 後方城堡也補了下去 這邊成為最後的防線 好 這個島上還在繼續偷挖石頭 這時候對手打出了GG 看起來真是沒救 分數差距太大了 9800分對上6500分 然後生物還被打噴得出來 這個相當絕望 NBL這一場的交換戰打得非常好 如果是我的話 我在這裡應該就已經倒了 他居然還用防禦箭塔給夾住 這一場顯得 差距又打出來了 NBL的實力還是不容小覷 非常的頂尖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NBL拿下了大部分的勝利 只有黃金少輸了一點 史乎真是贏了高達1萬 非常多 木頭是7000 石頭還贏了3000 NBL這邊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惡農惡木 點的比較慢一點 不要說惡農 惡木有早點點的話 可能會打得更輕鬆一點 他這個木頭非常稀缺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 各位掰掰